上次提到雅各死前,向所有子孫交代清楚,免他們和下一代再次要經歷到因為名利權而導致兄弟不和所帶來的傷害。 在經文的五十章一到二節說,雅各祝福和留下遺言後,雅各就安然離世。 日室為父親的離世而大哭,今次日室的大哭是生離死別的哭。 日室為父親扮生後事,就吩咐醫生用香料分他父親的屍體,同時日室也遵行父親的遺願,把父親的屍首送回嘉南來安葬。 當日室處理父親雅各的身後事後,有一件事發生。 由於當時十兄弟良心不安,怕父親去世後,約室會因為他們以前所作所為,而向他們報復。 於是十兄弟就打發人,來到去向約室求情。 從十兄長的行動可以知道,原來過去十七年的所謂團聚和復和並不是真實和完全的。 至少在十兄長以為約室在十七年前肯原諒他們是全因為老父的緣故。 如今老父已經世世了,十兄弟認為約室再沒有任何福壽的顧忌。 而事實上約室在十七年前和原生家庭團聚的時候,就已經原諒了十兄弟。 約室之所以能自發、內心、真誠原諒十兄弟,主要的動力不是基於與父親的關係。 主要來源的動力是來自與神的關係。 約室向十兄長講,你也講清楚。 他與十兄長講,不要怕,我起狼代替神。 從前你們的意念是要害我,但神的意念願是好的,是要傳許多人的生命,成就今天的光景。 約室向著他們的承諾,必定養活他們和他們的孩子。 約室,他回望當年被輕掌賣的經歷。 約室不是不知道當日十個哥哥對他是不懷好意。 但是約室更加知道的就是,神他容許發生。 神讓約室出生是一個複雜環境的家庭。 約室他知道,也順復神更高的意念。 約室清楚知道,神是想借用這一個機會,使到雅各整個家庭, 因為約室成為了埃及的祖相,而使到全國的家庭得救。 神他其高一着 而若失也都顺服神 禁愿成为神的棋子 被神所使用 若失能够释怀 还真心原谅得罪 和伤害过他的人 今日可能我们都会因为昔日的事 厌能够释怀 似乎我们还在怨天游人 不单止觉得人欠了我们 有时候甚至会觉得神都欠了我们 如果人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重新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 起与跌 或许大家就会发现得到 在我们没有留意的时候 原来神一早就已经动工 看不见并不是神 不知不理不回应 只不过神并不是安然 按照着你的心意 你的方法你的时间 所以你看不见 又或者是你自己拒绝了神的介入 和神处理的方法 能够将一段已经破坏关系可以复和 还可以有大团结局 是必须要先来明白神的心意 更重要就是信服神的心意 若失死之前 他依然向他的兄弟 遵守当年的承诺 若失死的时候是110岁 而且还是五代同堂 但是长子 以法年的后裔呢 正是藏丁有40,500名 亦都应验了当年 亚国家自从离开加南到埃及 一共在埃及生活了400年的时间 400年内的日子 并没有被埃及的文化所同化 反而 亚国家族越来越强大 由起初 亚国家70人到埃及定居 到他们出埃及之前 已经有数百万人 在《文数记》二章 32节那里记载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正是南丁已有60万人 十一少被卖记的故事 已经来到尾声 从若失原生家庭的问题 到他经历到神痛在一过程 去到最后 若失能够和父亲 和兄弟大团圆 主角若失 这位十一少的日生 都是犹如我神 一直地引领着他 在神引领下 让他出生于一个 关系复杂的大家庭 在神的引领下 而令到他 被埋到埃及 造奴隶 造囚犯 在神的人领下 从埃及奴隶 囚犯的身份 移转成为了 埃及的宰相 在神的人领下 可以同兄弟复和 一家团聚 在神的人领下 能够帮助雅各家族 成为最大的民族 今天 我们有没有 荣耀到神 引领着我们的一生 经历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领 同时 有体会 在关系当中 复和 团圆的美好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